尼坤是大家都爱的男神 如果你也喜欢他呢 那接下来这条消息真的不能错过了 前阵子刚刚说过我们的记者 前往厦门去探班了尼坤的新戏 这次呢又要送上福利了 我们北京站的记者 更是在北京的这个探班现场 全场直击了尼坤的各种卖萌表现 你会被萌翻吗 我们北京站的记者 竟然起了个大早 赶到了一有二分之一的夏天的剧组探班 发现蒋经夫在啃着蛋饼 许鹿在吃着小笼包 那男神尼坤呢 这些个记者无意间捕捉到的画面够萌了吧 别急拿起花筒他 那才叫一个人来疯呢 大家好我是尼坤 我傻 你也傻 今年25岁的尼坤是韩国人秀 像GPM的成员 因为长得帅又擅长卖萌 穿红的速度肥丛一般呢 而自七月下旬加盟剧组后 想来尼坤这次加盟偶像剧 已有二分之一的夏天的拍摄 也快两个月了 尼坤想必你也有不少生活了吧 和剧组同事交流感情呢 只是其次 排戏才是正式 但当话题转向表演时 尼坤已是谦虚呢 还是谦虚呢 虽然在评价对自己的表现时 尼坤略有保留 但是说起电视剧 他的话夹子便打开了 作为一部校园偶像剧 在拍摄期间 尼坤也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光 中泰混血的尼坤 其实早在12岁便出国读书 在异国他乡那段求学的岁月 如今向来冷暖自知 或许正因如此 也就铸就了尼坤的强大内心 因此他也自然而然的 成为了剧组的开心果 跟他沾他的光 说到沾光 就在今天的采访现场 便有粉丝自发地送给尼坤礼物 而尼坤也毫不客气地 照单全收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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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不仅如此拿到礼物后 尼坤更是对着包装 端详了一遍又一遍 我说尼坤啊 镜头可还在拍着呢 严肃一点 严肃一点行不行 不过看来是没办法了 谁让眼前这个卖蒙蒂 帅哥尼坤浑身上下 都充满着喜感呢 娱乐星天地 又帅脾气又好 又会卖萌的帅哥 哪里找北京采访报道